大家好,我是永华,又到了游戏分享时间 今天话就是这个游戏哦,它的名字叫《龙之谷》 Dragon Nest 哇,它应该很快,因为我该稍微有看一下哦,你看 我进去玩哦,我就用5伏哦,我进去就试用了一个角色一下哦 你看,我才前两天试一下哦 它现在已经20个伏了耶 所以这个游戏开伏速度太快太快咯 看还有这个所谓的那个,就是新马专区都有哦 所以我们就进这个服吧 你看,M1哦,SG还有MY的那个新马专区 我们直接进入游戏 它角色方面哦,真的真的好多哦,这个游戏 它有好多职业哦,等下给你们看一下,一个个看吧,你看 这个是战士,看到吗?战士 它是攻击类型哦,近战物理攻击 职业特色是移动速度快 操作难度2颗星 OK,然后就到这个 它是精灵哦,这个精灵哦 它是中距离物理攻击 它的特色是攻击速度快,然后操作难度是3 3哦 我不知道有没有5耶,我忘记了,不要紧掉我们一个个再看哦 然后就到它了 哇,你看这个 它的那个操作难度直接4星叻,魔法师 太刁了啊 也是中距离魔法攻击哦,然后它的攻击力高 这个是它的那个优势哦,攻击力高哦 然后这个呢 这个就是牧师 它也是属于比较容易哦,比较简单哦 因为它有二星而已哦 它是近战,近距离哦,魔法攻击 还有,哦,它防位高哦,它可以做坦哦,这个角色 OK 就到它咯 它也是中距离魔法攻击哦 召唤 你看可以召唤诶,战种协助 战斗 就说它这个 娃娃它的技能以后一定很帅哦 它可以召唤就是 伙伴帮忙哦 这个呢 哦,就真的有一个4星哦 5星当然就没有啦,5星太夸张了吧 因为5星控制5星应该很难了吧 瞬间爆发力强 就是critical吧 那是 近战哦 它也是近战 近战 诶,近距离 近距离物理 sorry,物理攻击哦 就说你看只有一个哦 只有一个是4颗星哦 就是它就是它 这个这个4颗星 魔法师是4颗星哦 所以,哇,魔法师真的还不简单吧 魔法师4颗 这个是 学者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选择一个吧 随便选一个就好了 然后,放上名字 游戏试玩 然后我们直接完成 创建角色 就可以进入了 它是 它是类似于一个就是 应该怎么说 因为我试玩了一个角色 它是属于任务游戏哦 任务游戏哦 当然它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剧情啊 也是蛮多一下哦 这个游戏 然后就像这样哦 这个的话就留来等你们自己看哦 可是你一定要看 你记得一定要看哦 这个 这个,它的那个 很精彩哦 它这个故事情节很精彩 你们一定要看哦 它这边的话就是它的教你 它的那个空感哦 其实基本上不一样很简单 请尝试滑动荧幕摇杆 做得很好 就像这样哦 走到下一个蓝色光圈 它的攻击方式是这样 它魔法 它魔法刚刚帅哦 你看就像这样 看吗 帅吧 酷吧 然后这个是滚动哦 它有一个是滚动哦 就是这个 看吗 金色的 最右手最右下角 那个金色的 但它滚动还有时间限制哦 4秒 它下一轮要滚动 那多4秒 就像这样你看 就像这样 然后这个是它的奥义哦 它的奥义很强哦 就这招你看啊 所以基本上 这招一出的话 没有多少个 没有多少人可以顶 可以撑得住哦 哎走我们过去 OK 闪 你就这样子哦 其实我最喜欢这种 自由方式的那个 操控 自由方式哦 它真的是自由方式的操控 闪 你只要看它要攻击你的时候 闪掉就行了 其实基本上不难哦 而且它我最喜欢的就是它有combo 还可以一直不断的接哦 就像这样啊 再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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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错啊 你看它打一下我抗手哦 哦 来不及伤了 来不及伤了 它没有关系啊 它基本上才蛮难打一下 可以啦,解决 所以这个我们直接跳过 它也是这个故事的情节 情节的一部分 当然它那边已经很明确的给你一个教学了 你应该知道怎么样的一个打法 当然它技能方面那些还可以很多很多的配置 你自己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技能配置下去 然后当然它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画面 等下你们看看画面 它有让你选择性的画面 还是任务游戏就像这样 你就一个一个任务完成就行了 跟着任务走就没错 所以这类型的游戏的那个分享时间也会比较短 他们说话基本上是没有次序的 就大家参着一起讲就对了 所以你们显得很乱 这个是进入副本 进入副本 我们就进去 它那个6是显 它6的意思代表是6体力 它那是体力 所以现在你可以进来 你现在进上去里面的时候 就这个它什么的3D什么视角的 那个是它的那个荧幕显示 那个特别 这个跳过 因为这个也是它的情节 它就像这样 你看它这边有的条 你看这是2.5D 然后你可以把它调成3D加 3D加就是这样子的画面 不一样 然后你3D是这样子 然后当然这是2.5 2.5就显示这个角度 这个视角 看到吗 所以是3D加最好的 3D加因为你可以这样旋转 它整个荧幕都能旋转 当然假如是这个的话你就算了吧 你是不能够 你是不能够旋转 你就是这个这样子 就这样子的方 这样子是视角而已 没有 所以没有关系吧 因为你刚开始可能你会 比较不熟悉它的方式 你选择2.5D是最好的 因为你选择3D的话 它有3D加它有一个问题 你会迷失方向哦 真的哦 你走走一下 你会迷失方向 怎么跳过 OK 这是它的BOSS 哎 其实很容易散哦 很容易散 冒险家 请注意BOSS鞋条下面黄色的超级盔甲条 当超级盔甲条存在时 你将无法打断BOSS的任何技能 哇 冒险家你好厉害哦 BOSS进入了破甲暈眩状态 这时你的攻击会对它造成更多伤害 趁现在发起进攻吧 BOSS的超级盔甲条公布满后 会立即释放必杀技 这个时候可要注意躲避哦 所以基本上哦 它已经要把我讲的东西讲完了 对吧 你现在已经明白了吧 它就是你 它有一个盔甲条 你把它制破甲 你让它破甲了过后 你就可以把它打飞空哦 然后那个时候你可以一直不断的连哦 如果你技能好的话 你就一直不断的连 因为那时候打它是最痛的 可是 如果你没有在它破甲的当而把它给干掉 你就要小心 因为它的破甲一回复过后 它的甲一回复过后 它就会马上发动技能 嗯 OK 完成了 它这个游戏的话 它的那个等级 对我来说 我觉得基本上还算蛮好的 它不算太男生 那这边还给你看它技能的预览 你看 这个是它技能的方法哦 学习它技能的那个 那个成那个 它发动技能师的那个样式 所以我讲错了 学习是成长路上不可 而且它有多一个技能哦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搭配出不同的技能组合哦 看到吗 所以这 我录制这个视频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因为 怎么说啊 它帮我收掉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我不需要再说了 OK 来走吧 又是去 它每次要进入副本 它不需要来到这个地方 看到吗 就这个地方 你看 好多好多角色耶 所以 所以这个游戏如果是组队起来 的话一起打到什么 中击Boss 还是世界Boss的时候 绝对会很好玩哦 绝对会很好玩哦 就这个哦 精灵 你看看 它现在才交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 我不要2.5D哦 我就是要 3D加 来走啊 就像这样 它这个44 然后如果你的那个方向感 很好 你走走一下 你不知道走到哪去 所以你不知道有方向感很好 你才可以用哦 这个 虽然它算了 它有那个箭头啊 但是那个箭头的话 有时哦 基本上 我看你箭头 也许也是会走 有可能呢 也是会走迷路的 它这个 它这个是 你这个路就是要保护着它 而且它那边有显示哦 你的combo 我对你的那个 有帮助哦 你看 我现在已经超过99%的玩家 所以基本上 有等于没有哦 OK 这边就有地图碎片 你可以拿哦 这是可以给你进入副本 这是传送门 我们进去就是了 跳过 直接跳过就行了 然后就是一轮战斗 小心注意脚下 红色的范围是BOSS将要冲刺攻击的提示 要记得闪躲攻击哦 就像这样 然后我是使用技能哦 它快速使用技能 就让它快快破解 因为它一旦破甲了过后 我就容易 我就比较容易什么 比较容易干掉 你要这样说 我给它破甲了 大家可以一直把它打通通哦 还是破甲就有这个好处了 当然 当然 吓到哦 它已经恢复了 它破甲已经恢复了 它差一点就要发动技能了 好不彩 就是说因为我运气好吧 就直接 直接把它给干掉了 三颗星 所以就返回主城了 它过后的话 它将会有一个算是帮手吧 可是那个我觉得 我应该玩不到那么厚啊 分享的话应该玩不到那么厚啊 所以没有关系吧 我就尽量能把人分享的都给大家知道就好吧 OK 提交任务 又来 再来 所以我们一样哦 还这样子的意思就代表你要进回副本哦 因为你只要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进去副本 你不用多问了 肯定是去副本就对了 这角色超帅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角色是谁耶 因为我们在角色来面好像没有注意到有它这个角色 看到吗 超帅的哦 走咯 小心哦 小心你的粒粒哦 他们会打你的粒粒咯 那就像这样看吧 他们在打你的粒粒咯 咦咦 走 当然它现在已经有那个所谓自动打自动攻击咯 但我不要 我就喜欢它这样类型的游戏的那个控感嘛 如果自动打的话就没意义了 就像这样 再来 他虽然说还有那个妈呢 他会扣除马哪 就是你使用那个技能的时候 但是他的用的不多 像这样 哇 哇 你们怎么全部围着他打太过分了 是 像这样 然后就可以遇上boss了 当然很难一样跳过 因为你最主要是要干掉他就行了 boss的话就不能忍 这也太屌了吧 你在伤我的那个力 而且他这个boss他的那个 推甲条也太硬了吧 等一下等一下 我就要忍到我展报他的那个 来了就像这样 他就这样哦 他有机会让你能无限连哦 如果你的技能配置的好的话 真的能无限连哦 OK结束 就一样哦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在 等一下我就完成了无限 然后我再打多一个 再打多一次副本哦 然后就可以视频做结束了 因为大致上你们大概已经有个概念 造什么样的一个玩法咯 当然这个游戏的那个下载链接 我也是一样 我会放在视频下面咯 因为这类型的游戏的话 会比较受人欢迎 所以你也可以透过我的下载链接 来下载这个游戏咯 OK 所以这里的话就 4级哦 你看够快了吧 而且我技能点很多咯 其实我可以去学技能了 等一下就像这样 他技能怎么点到咯 但是 还不行哦 还不行哦 等技还不够 这个的话 算了吧 OK 这个是可以哦 还是让他升级哦 升级 然后这个也可以升级哦 这是纯属升级哦 没有学到新技能哦 走吧走吧 一样哦 你看他往这个地方去就不用多问了 他绝对是进副本 OK 看我后面跟着有魔法师 超帅的哦 那魔法师 他的背影啊 背影超美的哦 贝多芬吧 你看这边也是有教 所以你看小提示很重要 这游戏 这游戏的小提示全部很重要 他小提示有教你哦 刚才你们有看到了 在下面的哦 小提示 打除 比较特别吧 你看吗 他有就是特别哦 特别标注 就连就这样子哦 特特别哦 特别的告诉你哦 你要攻击的对象是好吗 就像这样看吧 我飞天还蛮难打的 飞天呢 会打不中哦 但你要小心这个 要小心这个 要小心这个 OK 就像这样 好的啊 你打技能的话就不要令火 随时都可以用 没有关系 走再走再走再走 因为这个这个会伤到你哦 这东西是会伤到你哦 我当然还要告诉你的宝箱 你就拿好上 还不用紧哦 我拿到什么 拿到三个小怪哦 而且还是会攻击我的小怪哦 开始吧 所以这人呢 这人的那个怪是比较多一些 出唇那么重啊 别给他起来 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哦 而且这里的那个怪会比较笨一些哦 他都不会主动攻击哦他刚才还没站在那里哦他还站在那哦 OK来咯我们要打的 Boss来咯 OK就是这里哦 没有跳过 但是我告诉你很遗憾哦他还是没救到那个女的 厉害跑哦你个跑掉啊 差一点 差一点就给他打到哦 要连着去要工作哎呀没有了不断了 所以所以把这类型的是不是比较不错 自己靠自己闪动自己闪动了 这样子就散来闪去就对了 因为他他已经被我破甲了我忘记了你只要看到他这样子暈眩就代表他已经被你破甲了所以 他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辨论方式哦 所以你也不会说乱了不会复杂什么之类的 他只要头上显示他暈眩 就代表已经破甲就这么简单 然后当然 时间也有点长了吧录制时间 也是时候可以为游戏做结束了 当然其他的东西吧这游戏还有好多好多东西哦 就等待你慢慢的去发掘吧 我能做的就只是这样子哦就是这样子 让你们 就是让你们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游戏 就是一个短短的分享而已哦 所以也谢谢你们的收看 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